全国职工总会向公积金咨询团提交15项建议 改善公积金制度以满足公有的退休需求 其中包括允许会员在没有达到最低存款的情况下 也能从退休户头领取至少两成的储蓄 来看记者庄清宁的报道 职总同250多名公会领袖和员工 就公积金课题进行讨论之后 向公积金咨询团提交建议 职总认为应该让公有更灵活地使用公积金 为退休生活做出安排 职总建议让那些没有达到16万1千元最低存款额的会员 也能够从退休户头一次过领取至少两成的存款 职总也希望政府能够为会员制定10年的最低存款额进度表 以及相应的每月入息款项 提高透明度和预见性 另外职总也希望进一步提升年长公有的公积金缴交率 包括将50到55岁公有的公积金缴交率 提高多两个百分点到37% 与50岁以下的公有划一 小于 notre别的公积金缴交率